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解藥加重啟經濟,有可能改變遊戲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373點,收報24,380點 成交較前活躍了很多,今日大成交,有1379億 今日港股一開始就高開500點 最主要原因是,美股期貨時升很多 升七八八點 一道美股道指期貨是升九八點的 為什麼會升得那麼好? 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剛才說的解藥 有解藥,可以或者,現在都是或者 不要說到那麼實住,因為藥廠都未說是百分百 就是說可以醫治新冠肺炎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特朗普說重啟經濟 分三個階段 中國又說要重啟經濟 中美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 如果可以在下個月,五月,重啟到經濟 至少部分,中國其實已經重啟了 不過再加強全面復工、復產 有可能是一個改變遊戲 什麼叫改變遊戲? 即是game changer 即是改變遊戲 即是本身是一個很害怕經濟不行 即是經濟很差的一個模式 但是如果真的有藥可以,就算不是百分百醫治好 但是可以醫治到很多病人的話 大家就不要那麼害怕 接著等疫苗,接著等 不需要大家害怕到現在好像沒有藥可醫 和有藥可醫是兩件事 有藥可醫之後 可能復工、復產的速度會加快很多 經濟可以重新reboot 再加上各個政府現在出了很多招 所以對之後的情況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今天港股走勢沒有那麼理想 高開低走 可能的原因就是跟內地公佈的GDP 首季度GDP下跌6.8% 較預期為差 市場預期6至6.5% 現在跌多少少少 可能這樣有關 不過這樣 其實剛才說過的原因 就是解藥加重啓經濟這件事情 其實令到亞太區很多股票市場 是突投的 突投即是升破了近期的高位 好了,我們現在逐點逐點看 先看恆辛指數 恆辛指數上升至24,666點 今天最高 這個比之前高一點 高低腳量度升幅至24471 我建議減遲一下 其實看到現在仍未升穿 為何你覺得可能有機會改變遊戲規則 就是因為如果真的有解藥和重啓經濟 整件事就不同了 就是會有一個改變 原本去到這個位置 就要減遲到位 這個看法就要改變了 未有今早早的事情發生之前 我覺得都是這樣一段時間頂住 事實上現在仍然是頂住 要過這個週末 看看環球的反應 看看是不是那種藥真的有效 講的是哪種藥 其實原本都是中國在試驗的藥 叫做瑞德西偉 瑞德西偉這藥 今天講到在美國 有些被重症患者去試 芝加哥大學招募了125名新冠肺炎患者 其中有113人是病情嚴重的 用這藥之後發現大多數患者 都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內出院 發燒和呼吸道的徵狀可以迅速好轉 雖然它沒有對比 沒有相瞞測試 即是說在科學上 不能夠說一定是這藥好 因為沒有用安慰劑去對照 這樣的話 其實可能那些病人 不需要吃這藥也好 這一批人 我們不知道 那間藥廠都沒有說是一定行 不過在數據上來看 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的醫學院 講得出來這個數字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準誠度 如果不是市場 都不會這麼好的反應 我給大家看外圍的情況 其實反應是不錯的 再講一次 恆指原本升到24,471點 即是大概24,500度 就是阻力 事實上你現在看到 都仍然是阻力 但是如果解約這件事情 和復工這件事情 是可以成到市的話 這樣是一個改變人性規則的情況 是要重新再看好 再講一次 好了 恆指還未突突 要留意著 之後這個周門反應 國企指數 你這件還未突突 今天最高是9926 9926 原本我們都是說 去到9900幾點 就是一個小雙底量度升幅目標 其實現在都未到 因為小雙底量度升幅目標 是9962 今天去到26 還差一點 這樣都未到 但是 注意 如果有解約和復賭工 美國的重啓經濟 中國重啓經濟是成功的話 我覺得是會衝上去的 所以要注意這件事情 好了 香港是未突突 注意 即使內地今天公佈一個比較差的GDP GDP數據是-6.8 首季 順於預期 一大堆其他數字 都不是很理想 一定的 因為第一季 大家都知道 問題是 如果有解約復工復產 即是加快經濟復甦的話 這樣會怎樣 當然是好 你看看 A股上證指數 有少少少跡頭 它不是跡得很多 就是少少 收市價來計 都是剛剛摘戒 深證成份股指數 跡了上去 似乎有少少 又是少少摘戒 因為都不是升很多 都是升1%都不夠 上證指數 升0.66左右 即是說 A股在一個很差的數據下 都沒有跌 反而有少少跡象想跡頭 大家是不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是否值得大家關心 外圍 亞太區市況又怎樣 剛才說的利好 就是美股期貨做得很好 有比較大的憧憬 這些憧憬對亞太區股市怎樣 台灣升得少那個2% 很明顯 不過有些衝高回落 當然是因為 都是和內地的經濟都息息相關 大家很多廠商 大家知道很多台商在大陸 在內地的設廠 對經濟都會有 對他們的股市都有影響 GDP內地公佈負6.8% 所以衝高回落 可以理解 但是都是跡頭 記住 其他還有韓國和日本又如何 日本升成3.15% 很明顯跡了上去 比較明顯 跡了上去 突破了這個環境區 韓國升3.1% 和日本差不多 都是升超過3% 也是很明顯跡了上去 OK 亞太區跡了上去 你看到台灣、日本、韓國都跡了上去 香港今天跡不了 是因為什麼呢 可能我們比較擔心內地的經濟問題 還是我們比較獨樹一次 這個禮拜 今天星期五 還未知道 下個禮拜初應該有分曉 我覺得 如果亞太區那些上去 內地的股市也真的似想衝上去的話 注意 有機會 當然要看今晚美股的走勢 道指 昨晚收升0.14% 但是現在道指期貨升七百幾點 有機會 二、三、五 如果七百幾點照開的話 一開就兩萬四樓上 跡頭 今晚是否可以在兩萬四樓上收 即是有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延續 如果美股都可以延續到 即是美股相信解約這件事情 和經濟重啟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注意 下個禮拜回到來 港股會不會要更升呢 我們最主要不是看外圍 都是看內地 但是剛才說過 內地今天差的數據 但其實它都想跌倒 它都想跌倒上去 好了 看完星期一 如果美股上 內地又上到 那港股是不是要上升呢 所以注意 雖然我一直都說 去到差不多要減遲 要獲利回吐 不過事實上 如果有一個新的事情出現 我們要重新評估 重新評估之後 如果萬一跌倒上去 要重新再看好 買入 OK 今天騰訊 很厲害 曾經一度上到接近四百二十元 阿里巴巴上去 曾經上去二百一十元之上 所以收市 他們回到來一點 新經濟升到很多 其實騰訊差不多回到之前的頂 即是說 今年這個跌倒之前的頂 因為它頂低四百二十元 今天四百十九元 差不多了 很接近 不過資金現在輪去買什麼 落後那些 今天很多什麼 汽車股 豪島股 因為這些舊經濟的落後 現在會不會有資金 有些改變 新經濟股清了很多 不是要看淡這些新經濟股 雖然我曾經叫你減遲 我都沒有說要看淡這些股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是資金有輪動的話 現在可能舊經濟的那些 有一輪輪不上去 如果你說繼續持有那些 騰訊 沒有問題的 繼續持有的 可以再坐一回 再看看是否可以 市場能夠彈上去 如果是的話 恭喜你 繼續持有 萬一不能彈上去 昨天或者最近 都一直用的說法都是 推高指贈位 兩級指贈位在哪裏呢 就是23,800和22,800 如果不是跌穿這些 都可以繼續持有 如果真的出現game changer 這個有解藥和復導工的話 就更加可以再看高一線 今天時間關係 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